也和当地的童工有一些的交流 星期五的晚上开始有一个团契 我们彼此有一些的认识 星期六我们有了一天的一个姐妹的退休会 和一些姐妹们我们彼此有一些的交流 关于神在圣经上 神创造我们女性 对女性的美好的心意 和我们怎么样能够行得出来一个喜乐 美好的人生 那么星期天我们有崇拜 也有领受圣餐 那先后也探访了将近九个家庭 所以旅程上虽然显得比较忙碌一点 但是蒙神的保守 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 身体也很健康 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 与我一同的去 那今天呢我们一同的来 刚才广培弟兄给我们读的圣经呢 讲到罗马书的里面 跟我们阐述的一个真理 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七章里面呢 主要强调的是音信称义的问题 到了第八章 忽然间话题一转 讲到了神的灵的问题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带给我们的功效 前面谈到福音 就是指着耶稣基督 他的救赎的大功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 他从死亡中复活 是我们称义 那么我们一些相信了耶稣的人 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 讨神喜悦的生活 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 在神所应许的那样的人生 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要 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么曾经和很多木道的朋友交流的时候呢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说相信有一位神 这是一个阶段 那么等到相信有一位神 和耶稣这件事情呢 和耶稣的救赎呢 联系在一起 说我怎么样能够接着相信耶稣 使我和神能够和好 这又是一个阶段 这是第二个阶段 那么再进入到说 我信了耶稣 我信了耶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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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